好,那我們因為這個地方是多項式最容易被混淆的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重點的一個補強 那什麼叫多項式? 就是像這個 X 所構成的就稱之為 X 多項式 其中如果說問你說它是個幾次多項式的時候 看它的次方,看它次方最高幾次方 你看一下最高,最高有個問題啊 這有個四次,這有個三次 你到底要取四還是取三?答案三次 所以不是要看這個常數像的部分 是要看 X 的次方最高是誰 那它最高三次方,所以稱之為三次多項式 好,再來 如果問你說 X 三次像的係數為多少? 何謂係數? 就是 X 的三次方向前面的數字包含符號 這個符號是負3,有沒有 這個係數是負3 所以你就是答案要寫負3 那 X 平方向的係數呢 因為這邊看不到平方向,所以答案就要寫0 那 X 項的係數呢,叫一次像 沒有寫一次像嘛,一次像是誰啊? 就它,答案就寫5 那常數像呢,次方優先乘,答案是16 那負的還在,因為負的沒有乘到 所以這常數像答案是要寫負16比較好 所以你不要寫負2四次方,這樣不大好 好,再來 何謂多像式裡面的分類 它要分為單像式 什麼單像式呢?就孤單一個人 譬如說,像是 3x 這是個單像式 譬如說,孤單一個 2x 二次 這也是單像式 譬如說今天寫一個 7 也是可以啊 這也是個單像式,就孤單一像是單像式 那什麼叫常數多像式呢?就是它是個數字 常數包含很多數字喔,所以有沒有包含0? 有,它有包含0對不對? 那有沒有包含其他的數字呢?很多 譬如說像 1 2 可不可以?行 再來譬如說,那負數呢? 負4可不可以?可以 所以只要是數字的話,都稱之為常數多像式 但這個很特別喔 所謂的 0 次多像式 它是不包含0的,它沒有0 所以我寫個 0 然後把它槓掉 這樣印象比較深刻 所以 0 次多像式本身是沒有 0 除了 0 以外的數字 就稱之為 0 次多像式 所以它是屬於 跟常數多像式很類似 但是它是沒有 0 的 所以包含像上面這邊都是喔 比如說你這邊現在 1 2 可不可以? 可以 比如說負4可不可以? 可以 再來 所謂的 0 多像式呢? 它就只有 0 然後什麼都沒有的 叫 0 多像式 所以看到 0 多像式 它的關鍵是在 0 看到 0 多像式的時候 它就只有 0 然後什麼都沒有 那什麼叫 0 次呢? 可以這樣想喔 比如說 我們說呢 X 它的 0 次多像式 0 次方之後 我這邊寫一個 3 好了 來 這什麼意思? X 的 0 次不是嗎? 可是 0 次方多少? 1啊 那 3 乘 1 呢? 3 有沒有 所以我們會說 0 次多像式的話呢 有數字的 就是是一種常數 非 0 的常數 所以 0 次多像式 注意喔 它是非 0 常數 但是常數多像式 可以包含 0 次 還有一個 0 多像式的話呢 它只有 0 這是屬於多像式的部分 那同學這邊很容易被混淆到 所以把它做個整理一下 讓各位可以學得更清楚 關於多像式的部分 好